第四 圣经整体结构 老师能否概括一下吗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个比较难哈 比如说我们从 圣经目录的角度 来分类的话 玩文字游戏哈 一 一本书 新旧约圣经是一本书 二 两约 旧新约哈 然后中间有什么 这个中间纪约四百年 然后旧约里面呢 就是什么五经啊 历史啊 诗歌先知 这是创出黎明神等等 这样的划分 这样划分 被圣经目录的好处什么 你大概知道题材 然后你想到 每一卷书大概的内容 整个圣经那个历史 这个延续 那个大的那个脉络 你就了解了哈 新约里面四福音 第一卷福音书 你先别管这个福音书的 成书的次序 按现在正点排列次序 约翰福音一章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大卫的子孙 亚伯兰的后裔 耶稣基督家谱 这个提到两个重要的 人物和约 那旧约里面对应哪个时代 先知书等等 你发现新旧约 虽然中间间隔了四百多年 左右的时间 但是新约第一卷书 就跟旧约连起来了 那马拉基书后面最后一件 将来有一位什么使者 要进入到你们中间等等 公义的日头等等 你发现新旧约就联系起来了 然后福音里面描述的 耶稣最后复活升天 祝福大使命为结束 然后使徒新传一章里面就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耶稣升天之前的祖福 然后使徒新传一章八节 王璞天下传福音 应许给他们圣灵 与你们同在 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十九到二十节是一致的 马可福音十六章 后面的那个经文也是一致的 然后使徒新传就开始 他们这些耶稣升天了 圣灵降临了 他们就开始传福 建立教会 最后保罗这个前半部分是彼得中心 后面是保罗卫中心 后来到了罗马所谓的地期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看使徒新传就成为新约书信的背景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他第几次传道的时候 然后在罗马书等等 你就看使徒新传就基本上就找到背景了 启示录是单独拿出来的 这个是末世信的或者是预言书 那旧约也一样 五经呢 就整个圣经的序论或者是基础 或者说旧约的基础 那整个五经写作的成熟 大部分正统的学者 一般认为是出埃及记西乃山下 不是什么贝罗归回之后的那么晚的 写了 那为什么写这些呢 你发现就是关于创世啊 那创世纪里面的结构 你由一张到十一张 十二张到五十张 前面是整个人类的共同的历史 什么你说是史前历史也好等等 然后十二张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等等 前面是全人类的这样的共同的背景 十二张就以色列人的背景开始出 以西伯来人的历史开始出来了 等等 然后后来什么 以这个先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雅各 后面约瑟 尤大等等 下埃及结束 然后出埃及记 是吧 出埃及记 出埃及怎么支搭帐篷 在西乃山里面领受律法支搭帐篷 帐篷支起来了 预备嘛 预备里后出 在会幕里的侍奉 具体的是立威纪记载 怎么献祭 祭司的捷径礼等等 处理一些奉献等等 这期的问题 然后立民 民书记就是描述了这个 出埃及到西乃和再西乃 以及从西乃到约旦河东 摩雅平原这样的一个历程 生命记就是在摩雅平原 面对着神应许之地 所谓的重申嘛 重申律法 两篇讲道为中心 然后去教导他们 让他们忠于上帝的律法 进入将来要那个地 将来要发生什么 你们要忠于守约等等 然后历史书 这个约书亚纪 摩西死了 对吧 然后约书亚纪起来 然后带他们过约旦河 约旦河前的事情 什么看见耶和华的军兵等等 带领他们受割裂捷径 进入过约旦河 进约旦河之后的什么 这个耶利哥城的中央的征战 耶利哥爱 然后南征北战 中央的战争和南部战争和北部战争等等 分地等等 分地 世事记里面 约书亚活着的时候 长老还敬畏神 已经埋下了伏笔 世事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活着的长老还敬畏神 后来那些没有赶出的 征服地的时候 已经埋下了伏笔 没有征服的那些百姓 留下来 就成为他们 内下的经济 生命记里面已经说到了 对不对 然后世事记就循环性的 堕落 管教 审判 呼求 兴起 拯救 堕落 这个七个循环 里面有大小的事事 事事结束的时候 事事时代的时候 有个路德记 一家人 描述了当时的这个 有个立位人 一家人吓到这个摩雅 他们的悲惨 一方面反映出了 人的堕落和败坏 另一方面反映了 神的那种恩约的存留 虽然在世事时代 国中没有亡 期待一位理想的亡 世事也败坏 无论是参孙 还是基地 还是都有毛病 但是那个时候 有亡统治 他们就得胜 因为亡代表着 带领以色列外星 归向神 侍奉神 他们就得胜 但是这些亡都 世事都有问题 都短暂 都有问题 期待一位理想的 横治久安的王 所以路德记里面 就介绍了那个家谱 最后结束的是 这个伯阿斯生 什么俄贝德 俄贝斯生 耶稀 耶稀生 大卫 重点是大卫 结果撒末尔记 接下来就是初代王 撒末尔也是最后一位世事 先知高利两位王 扫罗被废 大卫兴起 然后大卫后面的儿子等等 大卫的王朝就开始了 然后后来儿子的败坏 结果所罗门的缘故 罗伯安的时候 就国家分裂 两个 十个和两个 对不对 北国 以色列 南国 犹大 等等 这就进入到王上 列王纪和历代制了 一个是以所谓的先知的眼光记载 一个是以祭司的记载 为什么 祭司的总是抢调圣殿的事情 礼仪的事情 先知 王呢 就强调这个 是不是遵守律法的问题 等等 所以讲到了这个 然后列王纪 历代制的这个 就成为先知书的那个背景 然后甚至诗歌 当然约伯记是比较早的 诗篇很多的历史背景 都是在这个时代发生的 真言一样 索罗门 什么等等 传道书 雅各书 对不对 都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 大小先知也几乎在这个历史故事 就像使徒行传 他俩是相似的 大小先知的信息在什么样背景下传 有的是先知书 大概你就知道哪个时代 哪个王作王 北国发生什么事 南国 你要看这个 这两个对比 王和代去对比 那个时期发生什么 政治的问题 和亚述的问题 巴比伦 埃及的问题 和约旦河东的那些 其他民族 菲利士的问题 那个时代的地理环境 人口 城市状况 经济状况 宗教状况 国际局势等等 你就更能够鲜活的理解 先知书到底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信息 当然你不看这个背景 你透过的话里面 大概也能够摸到一些 分析到一些 了解一些 他大概可能百姓出了这种情况 所以先知讲这样话 但是如果你要了解这个背景的话 对先知书理解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这是整个 这个是 这个是叫做新约概论 和旧约概论里面学的 当然你们学的时候 先学 不知道你们现在学 按理说 一学年第一学期 应该是学这个概论 旧约概论学了 新约概论 你们就不要把这两个丢在两边 作业写完了就拉到了 把它整合起来 旧约老师教旧约的概论 新约老师教新约概论 联系起来 整本圣经的脉络 我们学的是碎片的 但是我们要整合起来 这样的话 神对你的信仰 和对圣经的理解才有益处 所以在这里面就涉及了综合性的知识 那如果想了解内容 这个关于新旧约 在神觉的统一性和这种发展上 我个人有一个系列的讲 虽然没有讲完 只是讲了旧约 所谓的旧约旧书史 概观 创世纪讲了实际讲 当然我不是以解释创世纪为主 主要以创世纪一章到十二章 55章也提到了重要的几个 亚伯拉伊萨雅各 那个他们为什么神介绍 亚伯拉的神 伊萨的神 雅各的神 这三个重要的先祖介绍呢 里面有恩约的缘故 所以我是给大家从旧熟历史 启示的历史进程 把旧约创出 利民神书士上等等 这些每一卷书的核心都串联起来了 它是一个延续性的 一个连续剧 一个舞台上 一个不是碎片式的 是一个上帝计划在历史当中 如何展开的 内在的 在信息上的关联性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旧约旧熟 石盖棺 这个在我的这个尼西账号里面 尼西 可能国内大家中间也有 空间 这个搜 如果搜这个空间名的话 就搜某彼得就行 如果搜那个邀请号的话 就行了 然后在里面有这个旧熟石 这是我在我教会 不是给神学生讲的 是给我们信徒讲的 就是为了让信徒 他们都很热心读经 但是读了不懂 需要指南 那种鸟看 但是 这个 这个旧约概论也好 新约概论都是碎片式的 我是结合了 这种概论 圣经神学 包括系统神学 包括历史神学 包括旧福祉 恩约 等等综合的整理出来的 然后去讲了这个系列 其实不懂的人不知道 懂的人一听就知道 这个综合性很强的 所以虽然不是神学院的课程 但是有值得参加 参考 新约里面我没有讲 因为 木会 主要针对会众 后来 因为有其他的需要 我就改了 新约就没有继续讲 有机会再讲吧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这是一个处理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闭上眼睛 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几遍圣经 大概圣经 那个从 你可以从历史时间上看 从地理卫视上来看 或者从这个 一章到十一章 你可以按照这个地理 或者历史的进展 或者是整个 这个叙事的故事的进展 这个顺序来捋 把每一卷 大概的概要捋出来 当然以神学主题捋 那个也是很重要的 很有益 你就对整本圣经 有一个那样的 大概况的认识 这个以后 大家圣经课目的时候 一定会学到的